不过片刻光景,江青一人提着一个挣扎的小女孩走进了屋内 那女孩在见到叶晨的一瞬间,开始对着她几眉弄眼 不过江青却并不以为意,她的目光都放在了打坐的姐姐身上 江青眼见姐姐脸色泛起潮红之色,紧接着全身血红色蒸汽生腾 嘴角一丝鲜血溢出 这,她转头望着叶晨 丹药的力量过于霸道,快 叶晨见江青愣在当场,一把将寒寒接过 周身灵力涌现将其包裹,静止砸向白莲 并没有想象中的碰撞发生 女孩在碰到白莲身躯的一瞬间,化作一抹流光,溶进了白莲的体内 叶晨见状会心的一笑 我姐怎么样了 她一把上前抓住叶晨的衣领质问道 叶晨只是一个眼神示意,只见身后的白莲已经恢复了平静,眼皮轻微抖动 我已经无恙了 睁开眼的白莲对着叶晨说了一句话,叶晨轻轻点头 姐,你… 江青兴奋地上前,抓着白莲的胳膊就要问东问西 然而下一秒,她脸色阴沉起来 你不是我姐,你是… 江青一个箭步暴退 她奈何哪能挡得住叶晨和白莲的夹击 不过一招便被踩在了脚下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计谋 江青歇斯底里地喊道 叶晨不语,只见白莲指尖 灵力闪过 江青的身躯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眨眼间变成了那小女孩的模样 寒寒 叶晨望着这奇异的一幕,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白莲美好气地瞪了一眼叶晨 这障眼法只有一小会儿,快点行动 叶晨夹着小女孩的身影,摇身一变向外走去 偌大的广场之上,众人肃穆以待 朱家的人眼见情况不对,已经悄然溜走去报信了 伪装成沐星河的叶晨带着小女孩的身影 出现在这广场之上 片刻后,白莲那绝美婀娜的身姿也飘然而立 下方的江湖不见江青的身影,颇有担忧之色 父亲,叶晨已经拿下,江青她在那边 白莲眼见江湖有疑虑,自觉开口道 江湖神色渐缓,轻轻点头 化为沐星河的叶晨,给自己的父亲使了个眼色 示意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了 沐建叶与江湖对望一眼 二人周身磅礴的法则之力和灵气喷涌而出 一时之间,天地为之变色 其余之人将周身灵力汇入这交织的天网之上 朱家高层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集体出动向着江家而来 星河,钥匙 沐建叶高呼一声 叶晨眸子一宁 丹田之处一股青色能量冲向天空 在那道之力交织的天网之上四散开来 受到那青色能量的影响 整片空间开始颤动起来 沐建叶与江湖露出一丝狂喜的神色 再加把劲,封印要裂开了 随着二人齐齐发力 天空之中,那灵气交织的天网缓缓收拢 化作两只巨大的兽爪 狠狠向着那封印结界一掌拍去 轰得一声巨响 大地都被那庞大力量余波掀起了一股热浪 整个江府在青课间土崩瓦解 化作尘埃 这威力 叶晨与白脸目瞪口呆地 望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怪不得他被困在这这么久 这样的几个老怪物把手 能跑得出去才算妖孽 裂开了,再来 江木二人再次催动力量 无尽法则环绕 又是一掌狠狠拍下 半座五组城地洞山摇 一时激起千层浪 最后一掌 巨大的手掌再次拍下 天空之中碎裂的声音响起 噼里啪啦 风印的结晶开始碎裂 一个巨大的洞窟在天空中浮现 你们两人,快! 木剑夜宇江湖嘶吼道 夜晨与白脸的身影急速而上 越过黑洞 站在另一界的一角 望着下方发生的一切 夜晨一掌将手中的小女孩推下 木剑夜见状冷笑一声 一掌拍出 那小女孩的身躯 像是断线的风筝般的飞出 重重砸在地上 倒地不起 几席间变成了江青的模样 这 江湖与木剑夜二人当场傻了眼 被人摆了一刀 二人急忙向着虚空之中 那马上愈合的裂口出棒去 夜晨已经恢复了原样 同时白脸正对着他们轻轻招手致意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 极强 江湖发疯般地向着天空之上奔来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他要在裂口愈合前 将夜晨揪出来拿下 这种级别的强者 一只手就能碾死他们 白脸不由地攥紧了夜晨的衣角 祈祷着节气的缺口 赶快愈合 下一瞬间 另一股惊天的气势 暴射而起 将江湖拦下 正是朱家家主 老朱 别拦我 一旁的木剑叶加入战局 听我们解释 夜晨收回视线 不再管那下方乱作一锅粥的三大家族 这一波 不凭个三败俱伤 可对不起他的运筹帷幄 白脸转头望着夜晨道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 也不全是 只不过刚好撞到而已 夜晨笑了笑道 望着白脸的夜晨 似乎想到了什么 忙开口问道 我们现在也该抵达第四节了 等破了五节 我便带你回归到本体 毕竟眼前的白脸 不过是白脸身体之中的一道魂魄 对了 你应该比你的本体更了解十节神魔塔 五节之后究竟有什么 白脸沉思片刻道 我也只是了解一个大概 这十节神魔塔说是有十层 但实际 有多少层未尝可知 古王今来的人 还没有能通天的人出现 而且 这背后的执掌者 在太上世界 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能逆转时间和空间 掌控他人生死 不过他的存在 对于普通人 似乎并无恶意 更重要的是 此人极其在意规则 这是第四层的空间吗 白脸转头望着这一片 虚无的黑暗 陷入了沉思 叶辰眸子一宁 点头道 应该是 只是接下去该如何破局 我毫无头绪啊 突然 白脸发现了什么 伸手道 看 那边有亮光 在这漆黑望不到边界的世界之中 光对于他们 便是代表了希望 他在动 追 二人加快速度 飞速向前掠去 那光点眼见叶辰二人疯狂追赶 像是开启了灵智般 仓皇逃算 直至退无可退 叶辰一步上前道 你是谁 只见那光点一闪一闪 传达出绝望的意念 突然 那光点发出了一道声音 你身上有着毁灭倒印的味道 就是你 我跟你拼了 那光点眼见无处可躲 被人逼上了绝路 不分青红皂白 开始施展自爆 刹那间 光点 绽放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 将整片苍穹点亮 这时 叶辰与白莲望着这炼狱般的惨像 整片大地生机浸灭 散发出阵阵的焦虎味 全部被灭绝了 叶辰难以置信地 望着发生的一切 这里本该跟第三层空间一样 是一座城 或者是一片独立的世界 可如今 为何是这般景象 没有想象中的尸骨堆积如山 血海奔流成河 有的只是无尽的荒芜 焦黑且失去勃勃生机的大地 大地之上便是苍穹 我跟你拼了 本源雷化 三千雷灭 那苍穹之上的光点开始发力 噼里啪啦的雷电焦之声 响彻云霄 喂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来 叶辰着急地呼喊 但那虚空之中发狂的声音 哪里听得尽半点废话 自那核心光点的周围 层层雷波开始扩散 一旁的白莲见状漠不作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一层雷波节制 大地开始掀起热浪 叶辰立身于虚空 目光平静地望着着 带着雷电气息的波纹 陈碑 出来 刹那间 陈碑化为一座 巨盾 守护着叶辰和白莲 巨盾包裹 帮叶辰阻挡着外部的惊天雷解 以盾臂齐忙 叶辰脑海里飞速运转 他在想怎么破局 一旁的白莲眉头紧皱 一言不发 第二层雷波节制 空气之中都蕴含了一丝丝的雷之法则 叶辰仅是呼吸 身体便有些麻痹了 他直视着那雷层中心的光点 不知道在做何感想 第三层雷波节制 苍穹之上烟云密布 嘻嘻沥沥的小雨 开始伴着雷电 滴滴落下 那拍打在叶辰 牢笼之上的点点细雨 竟将那牢不可破 甚至能挡下太真镜巅峰强者 全力一击的沉碑之盾 打破了 叶辰仍旧是一动不动 一旁的白莲不再沉寂 他袖手一挥 便要上前阻挡 叶辰一把拉住他的手 你不过是一道魂魄 还占据了他人肉身 本就有缺 神魂未稳 崩立了 我可连个盟友都没了 严玄儿 出来 刹那间 夜沉周身火焰气息涌现 欲将那雷雨蒸发 第四层雷波节制 大雨飘泼倾盆 雷元素 自那虚空之中聚集 化作一柄锋利的剑 大雨滴在其剑身上 化作无尽距离加持 甚至隐隐有接近 吾吾的五道意韵 一剑横空批来 陈碑的守护彻底应声破裂 大雨滴滴落在夜沉与白莲的身上 转眼间 二人便已经浸透了全身 雷电环绕周身 此刻的夜沉与白莲 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夜沉眸子一凝 决然之意爆发 毁灭道印悬浮而出 同时六道轮回的气息 爆发而出